本月联合国安理会会议将由主席国美国担任 美国总统特朗普要做一个月的联合国主席 法国媒体报道 美国总统9月主持安理会可能会意味着华盛顿同安 理会其他成员之间发生诸多争议 除伊朗问题外 尼加拉瓜、俄罗斯、玻利维亚等国抨击这个日程 认为尼加拉瓜的局势并不威胁国际安全与和平 黑利还宣布要在9月10日召开有关委内瑞拉与府 拜的会议 这同样会在安理会激起反对 黑利表示 鲁哈尼有权参加 但我们不寻求具体结果 很难找到一个伊朗没有参与冲突的地方 很显然被黑利挨个点名的国家将会成为 这次联合国大会被美国开火的目标 国际观察认为最有可能的是美国会利用 安理会主席国际会针对伊朗和委内瑞拉 其中伊朗问题会是核心 虽然不清楚在这次会议上 美国以何种方式来打一场外交战 显然结果是无法解决伊朗问题 在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数次提出与伊朗举行双边会谈 但都遭到伊朗拒绝 伊朗认为美国毫无信誉可言 既然毫不客气地推翻有上任奥巴马政府 所签署的伊核协议 在谈判毫无意义 目前伊朗只保留与伊核协议之内其他五国保持沟通 很显然在有可能的情况下 伊朗会尽可能的选择留在伊核协议之内 另据俄罗斯媒体报道 俄罗斯副外长李亚布克夫在昨天表示 伊朗与伊核问题五国将于9月底 在纽约联合国大会系列高级别会议期间举行会谈 将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的系列活动 目前还在筹备阶段 伊核问题无疑会引起强烈反响 美国和伊朗会不会在联合国大会期间火星撞地球 特朗普很显然这次要扮演开膛手的决策 拿伊朗开瓢 打开自己外交困局 但伊朗明摆着没打算接招 只想与伊核协议内的其他五国谈 到时候特朗普只能是大炮打文字 放空炮了 但全世界都很期待 看到特朗普这次在联大会议上做何种表演 在欧洲三驾马车力挺伊朗的时刻 特朗普对伊朗这一仗 明显不太好打 虽然英国宣布脱离欧盟 但是在伊核协议问题上与德法立场保持了高度一致 自己盟友不支持 成为特朗普最大的难题 针对特朗普制裁伊朗法案出台 欧洲拿出了罕见的强硬姿态 出台阻断法令对美国打擂台 这次伊核协议最大的问题不是问题本身 而是欧美在深层次的全球看法产生了根本性不同 这一点在以往很少出现 在重大的国际问题上 欧美总是先会私下协调立场 然后拿出一个最大公约数来维系同盟关系的面子 但现在美国总统显然不在任革命关系 处理与欧洲的同盟关系 而是指认前其他全都无耻 特朗普鼓吹2020年选举美国没人超过他 中期选举到来正在为共和党拉票站台 而另一场危机正在靠近他 水门作者伍德沃德的新书恐惧 特朗普在白宫 正在给他拆台 国际舆论指出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中 一旦共和党失去控制两院的能力 必然会增加被弹劾下台的可能性 英国金融时报指出 特朗普是否被弹劾下台 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不是决定因素 而在于国会意志 那么在联合国中这一场对伊朗应战 就显得更为重要 请不吝点赞